大家好,我是法国 今天就是这个新冠的欲望 谈谈个人的这个心路历程 新冠病毒最早于2019年12月 发生于中国的武汉市 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在群结前就是整个武汉市就避风了 那么2020年1月份 我也决签跟在美国的校友会 我们在国内的校友购买这个发生用品 同时我也发现在美国的这个超市 和优优店里面都已经没有这个口罩口买了 那么我们这里呢是这个 我现在注入的城市在美国是第二大城市 在洛杉矶 洛杉矶的情况呢就是说N201 6月18号在开放 当时他的这个依据就是 就是死亡的病率下降 当时到7、8月份的时候 每天的这个新增病例都达到了几千人 然后又开始下降 21年的元月份新增病例又开始增加 每天的新增病例达到两万多 我也看了查了一下这个卫生局的这个新冠病例的资料 发现有一个规律 每年都是1到3月份 7月到8月份新增病例是最多的时期 那么今年呢1到1月份到3月份 最高每天的新增病例达到六万多 但是他的死亡率 比起前面的刚开始的这些 前面的就大到降低 因为可能是 这个打了大家都打了那个新冠疫苗 现在呢 基本上每天都保存在一千左右 所以这个两年多的时间 有最开始的这个恐惧 害怕 到现在都是一颗平常心 那么我自己呢主要是 一个就是说平时做好自己 过程防复 就是第一点就是说 不要到这个人多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非必须要去的话 就带好这个 KN95 或者是N95的口罩 那么随身携带一瓶这个消毒液 所以是可以对手啊进行消毒 另外就是人外外面回来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啊 把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放到外面 然后就立马洗澡 搞好个人的这个卫生 第二点就是打疫苗 我记得我是2021年的1月7号 打的第一针疫苗 那么到1月28号打的第二针疫苗 到了年底就是大概11月份 打的第三针疫苗 所以我自己也估计就预计就是到今年的5月份 在就是2022年的5月份 去打第四针疫苗 第三点就是要做这个 经常做这个 新冠病毒的测试 所以觉得自己是如果有什么 就呕吐啊发烧啊感冒症状的这些 这些症状的一定要直接做一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了多少次 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这样由于解控自己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 就自己待在家里面进自我隔离 也遇忘就是说把这个病毒带给别人 最后我讲一点就是说 因为在美国这个美国的这个环境 由于这个病毒是最早诞生于中国 发现于中国 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呢 比歧视的 比打挨打的 挨骂的都有 我自己也是比别人歧视过 所以我是衷心的希望 这个国内的同胞 就是要远离野生动物 改变这个吃野生动物的这种恶习 不希望这个新冠病毒再次发生 在中国 这样的游升于这个中国人的形象 希望这个新冠病毒啊 尽快的过去 我们能够上这个正常性的生活 最后祝这个观众朋友们 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